省政倒數 國內多個縣市 都有查獲到會選案件 一票甚至最高給到一萬塊錢 在新北市瑞芳 甚至是有里長候選人 涉嫌拿高粱酒行賄選民 被警方提起了公訴 另外 警方也持續追查地下賭盤 全臺目前已經查獲了四十一件 七十七個人 從北到南都有 臺中市警方指導犯罪據點 破獲賭博集團非法經營 博弈網站 屋內查獲主機帳本跟現金十一萬多元 遠近深入追查 還發現有集團成員在開選舉賭盤 以縣市長候選人選舉結果 作為賭博標的 為了避免遭到警方查氣 他們彼此之間 還以臺語的雜播雜播作為暗語 警方調查嫌犯透過LINE 以臺中市長候選人為下注標的 賭資五千到兩萬元都有 一共查獲五件五人 而地下賭盤純損於洞 全台已經查獲四十一件七十七人 六都市長候選人也都成了 投注標的 光是在縣市長部分 就已經查到三十九件六十五人 不只抓選舉賭盤 捷徑也在新北市瑞芳 發現有里長候選人 涉嫌用禮品行賄 臉書上開心拍照 這名秋姓里長候選人 涉嫌送高粱酒和口罩 換取選民支持 被依違反投票交付賄賂最嫌 提起公訴 除了送禮會選 像是在基隆跟宜蘭等縣市 也持續出現候選人涉嫌利用 現金買票 每票從一千起跳 甚至最高給到一萬元 許多受惠民眾被抓到 紛紛繳還匯款 而選前最後四天 僅僅不讓任何非